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已经有做了第一次测试的网络直播 那在这方面我们给予我们的议会有相当大的肯定 但是我们觉得呢 我们团体里面觉得呢 我们这样还不够 我们认为我们应该要做到 真正所谓的议会直播的百分百透明 那也有公民参与的百分百 以及最重要第三点的审查公开百分百 那这三点呢 我们相信都可以 就是让我们的彰化线名啊 可以更加的理解我们彰化线议会的运作状况 那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要来的诉求之一 昨天的直播中组有稍微看一下 我想说我会后下午的我下班之后再来看 结果已经不能看了 我觉得这点就比较让人失望 希望我们的彰化线议员 可以跟我们的行政部门讲一下 让他们持久 让我们可以持续的可以看 我们不要只是当下 那个不足够 那昨天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彰化线议会已经开始测试直播 那正式的成为全台倒数第五名开放议会直播的议会 那纵然如此我们还是对他表示肯定 对他开放议会直播的这个行为表示肯定 可是与此同时呢我们想要拉高诉求 我们希望彰化线议会的直播 除了大会的直播以外 我们希望更能将直播台架设在真正影响到实质内容的分组審查会上 那虽然这一次我们是全台倒数第五 那现在我们希望我们呼吁彰化线议会成为全台湾议会的领头羊 我们将直播台加入分组审查会 在这边呢 在彰化的路上 常常会看到很多广告 告诉大家要改变 改变然后进步 不管哪一党的议员 在竞选期间或是现在选举结束了 都跟大家说要改变 我们相信去删除在议事规定里面 禁止旁听席 禁止旁听席录音录影 这就是一个微小但是重大 而且非常好的改变 我们相信这次议会要向人民表达 他们愿意接受人民监督以及负责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 代议事的意义在于详细的 以及审慎的去审查人民的纳税 以及政府的施政 是不是能够妥善的安排 因此我相信 在审查的过程中 如果能够让人民去了解每个议员 他在议题上各自的议题上面的努力 不仅是让表现不好的议员感到压力 能够进步 也是让真正有做事情的议员 能够让人家觉得 他值得肯定一个非常好的表现机会 因此我认为 没有任何的理由 来去干涉人民去了解议会运作的这个权利 我们相信彰化市议会会做出符合人民决定的 符合人民期待的这个决策 因此我们这边强调 要删除在议事规则里面 对于旁听起禁止录音录影的这项规定 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诉求 谢谢 因为他们诉求我看到 我们已经要做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去接受他们的请 要做到什么时候做呢 七月中吧 七月中吧 七月中 七月中就会有结果 你们可以在我们临时会开完以后你们来看 合不合乎大家要求 但是我们一定要做的时候我们不用接受你们的情人了 因为我们本来就要做你们的诉求 不好意思那个诉求 义长的诉求可能没有看清楚 议长没有诚意耶 可能没有看清楚我们的诉求 七月中你们在看成果 什么七月中 我们诉求 因为我们不开会没有办法做这些 现在就看出来了 我们为什么要站在这里 不好意思我重申我们的诉求 议长 议长的态度怎么这么傲慢 我们不只要议会直播我们的直播大会而已 我们还要直播审查会 我们还要直播审查会 那第二点 第二点 议长也忘记接我们的 不知道 议长也忘记接我们的 那个陈请书 请愿书 那么第二点是要删除 删除我们的旁定规则的禁止录影录音 但议长显然没有看清楚我们这两点主要的诉求 议长出来接受我们的请愿 那我们我们继续在那边等 我们还是要请议长出来接受我们的 分明的请愿 议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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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长不要这样 议长不要这样 那里你现在是要 中华现在是有个不明的地方啦 有我们的诉求跟议长讲的事情不一样 他不愿意接受这个啊 不是啦 现在议长要在里面开会了嘛 他要主持嘛 他没主持没办法开会啊 拿了就走了啦 拿了就走了嘛 拿了就走了嘛 帮你们转交给议长好 加签字来拿 哪有人议长 议长这么多 这么大台的 好 好 可是帮你们转交来站 我们现在就让他看不到议长 好 很可惜 给显然的议长没有办法接受人民的承请 那我们现在只好 把我们的请愿书转交 我觉得不要 我怕是飞鸽传书 不会 不会 你今天就有进来 来这个承请了 我们现在 不合我们 我们现在做 我们现在做的事是 我们知道 我们还是希望是 议会 议长 能自己出来 亲自出来接我们的请愿书 我们只是想知道 彰化线的钱是怎么花的而已 他就出来接一下又怎样 很困难是不是 你有困难是不是 我都出来了 你有困难是不是 现在我去上京台上 你来推他出来吗 你才几岁而已 我不是很理性在讲吗 态度非常傲慢 你这年轻人有这么傲慢吗 有这么回答吗 刚刚那一副吊浪荡的样子 像个议长吗 这一张化线的陷情 要装装毁点啊 他身为一个议长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如果说今天大家有问题 那他是不是 大家都这么多人聚集在这边了 那他是不是好歹花个三五分钟 跟大家解释一下说 他的计划是什么 然后他现在正在什么样子的 讨论阶段 他刚刚也有带解书 他花个时间跟大家解释一下 而不是说就跟大家讲说 我七月一号就会弄好 你们到时候看就知道了 那从记者会开会到现在 十点到现在已经快十一点了 议事组 议长里面的人 还没办法派任何一位 出来接受我们的陈请书 我们感到十分遗憾 他们意外是人民选出来的 意外应该属于人民的意外 他们居然践踏我们的名义 拒绝收我们的请愿书 我们感到十分遗憾 那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的请愿书这边 他们没办法接受 那我们也不排除有下一次 扩大强度的抗争 对那我们 我们预告就是 在议长所说的七月一号 的时候如果要宣布 所谓的意识透明 他的作法 但是如果他的作法 跟我们的请愿书上是有很大的落差的话 我们相信我们人民也不会接受的 那很可惜 那我们就带着 人民就没办法带着自己 自己的请愿 受到议会的 让议会出来接我们的请愿书 我们真的是感到十分可惜 那我们这一场 我们就 我们还会有后续的行动 那请 也非常谢谢 今天来参与这个行动的 所有的公民 我们相信 我们彰化 彰化的 这个是夹落后 意会有 彰化的 有这些公民 我们意会 令人不尊重 未来会越来越透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